大家好,我现在浙江海林市徐志摩旧居的大门口 走,我们进去参观一下 找到了徐志摩旧居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徐志摩是散文家诗人 上学的时候我在书本上学过 那这边应该就是大门口入口处 我来看看这个要不要预约什么的 我过来看一下 已经进来了,是要买票的五块钱 优待镇免费参观 看一下这个二层小楼 这个房子的话 它窗户都是关着的 所以说我一进来就能闻到 那个老房子散发出来一种特有的味道 我们先从正面 正中间来看 徐志摩和陆小曼住过的地方 陆小曼是女画家 他老家是长州的 徐志摩他老家就是这边人 这个墙上正中间看到的就是陆小曼 徐志摩第二任夫人 这个照片都是真实的 这是他那个什么戏照 还有杂志的照片 走我们现在到这个二楼再去参观一下 这个房子的颜色是青砖 加红砖 这个是老的房子还是新房的 看着有可能是老房子 看一下这个植物 这个花开的还是挺好看的吧 这里有个老井啊 这个井是有水的 一看这个石头就知道了很多年的历史 这里就相当于是一个小的厚花园 我们上到二楼再继续参观啊 这个墙你看一下这个沟缝 哇才完美啊 这不太像是那个年代的 这像是后来改造过的 刚才从这里爬楼梯上来的 这个楼梯特别陡啊 我刚才都是两个手 撑着这个墙才能上的来 继续往这边参观啊 这边应该是徐志摩画的一些画 我们简单欣赏一下 怎么样 画的还可以吧 哇塞 相当不错呀 这个房间墙上的画 都是陆小曼画的 这幅图 在海宁 哦 那是南把扇子 这幅画我没有看到介绍的时候 我就猜有可能是黄山 它这下面写着介绍 还真的是黄山 因为特别像 走 我们继续往这边边走边看 我看出来了 陆小曼画的这个画 非常的写实 就是你眼睛看到的什么样 它就争取还原 它所看到的那个画面 还真是和我以前看到那些大画家画的不一样 这个房间是浴室 这个是洗台盆 然后这是浴缸 看一下这个都是1960年的浴缸 这个二楼设计的特别的好啊 这个上面还有一个叫雨棚 起到一个挡雨的作用 继续往这边边走边看 看一下50年代60年代的这个玻璃啊 然后我们继续往这个客厅走 这边是二楼的一个大的客厅 起居室 那这里应该是坐着下那个叫维子旗的地方 这些就是客人做的一些桌椅板凳 许志摩它主要是 那这个字是不是许志摩写的 刚才那些画还都是陆小曼的话 许志摩主要是写书 这边看到的就是许志摩陆小曼的卧房 那这个有可能就是当年原封未动 保留下来的他们的家具 这上面是他们的结婚照 这边是书房 沙发 那个留声机 就是当年的特别流行的那个音响 可以用它来听那个黑胶唱片 对吧 这个感觉还是很好的 那个有可能打字机 那是台灯 哇塞好有年代感 这边是张又仪的卧房 然后我特别看到那个电风扇 好有年代感 哇塞太经典了 这边是他母亲的卧房 看一下这个床 这个床好有年代感 雕刻的木 那个木头的纹理都能看得进 这边是使用过的家具 留下来的痕迹 那二楼参观到这里好像就差不多了 我来找个地方下去啊 这个画看到的就是徐志摩了 我记得以前好像我在哪里听说过的 好像很多女大学生都特别的喜欢 这个房间整体的设计 包括这个玻璃啊 这个选用的颜色特别的好看 房子的设计也挺好 就是那个楼梯 特别的陡 年轻人还好 就是上了年纪爬了个楼梯是非常累的 徐志摩的旧居就参观到这里了 我们再看一下整体外观啊 房子还是挺好看的 里面保存的也完好 天气完美呀 行 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下期见